我们今天有八位弟兄姐妹在正面前做见证 受洗归归教会 这是让我们可喜可贺的事情 每一次我们在洗礼的时候 我们在这种特殊的主日中 我们一方面是看到众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 看到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功 一方面我们要重新去检视我们自己的信仰 让我们思考我们在最起初跟神相遇的日子 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中 是丁王华神向以色列人去申明 作为属于神的子民 他们如何向神去献番绩的事情 我们从刚才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 神其实对他的子民他有这样的要求 他说如果你们认为我是神 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是有罪 那么你们要为自己的罪来献上牺牲 让这个牺牲来代替你们 这样呢我就可以赦免你们 那其实番绩的意思呢 也就是在这里 也就是说当我们人 因为我们的罪向英华神 祈求宽恕 祈求怜悯的时候呢 我们要献上一个生命来代替我们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从利命纪中的规定呢 当神要求以色列人 无论是他们献上牛或者羊 甚至呢其他更加渺小的这种动物的时候啊 神对他们有第一个要求呢 就是要求这样的动物呢 它应该是一个没有残疾 没有瑕疵的动物 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呢 你们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 如果你向下看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 神同样对他们所献的羊 对他们所选择的各种非秦 都有同样的要求 那么这个呢 让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歧视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 特别呢是今天我们有八个弟兄姐妹 你们在众人面前去对神这样的见证 我希望呢 这段经文呢可以成为你们的提示 也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 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 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有罪的 按照神的要求呢 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啊 我们实际上是没有资格 站在神的面前 向为我们自己向神去提出祈求的 但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就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是神赐给我们的挽回祭 神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祭品 而耶稣是道成了肉身 但是他没有犯规的 耶稣的生命他就赎为了我们的罪 那么在罗马书 使徒保罗呢 他在罗马书十二章他这样说 他说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笑把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那么使徒保罗呢 他实际在提醒我们 在神的眼中 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 他是我们的终毛 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神称我们为义 当他看到 看到我们 就看到了耶稣基督 这个时候呢 他就称我们为义 但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保罗提醒我们 神虽然因为耶稣的工作 他称我们为义了 但是我们自己实际上呢 我们呢 也是在神面前 献给神的祭品 我们就好像当初 以色列人 他烧在营门口的那些 番祭一样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 实际都是在自己的祭坛上 我们向自己的神 去祈求神的恩典和神的救助 保罗告诉我们说呢 神使你们被称为义 你们已经因为你们的信心 你们被神称为义了 所以你们被称为基督徒 但是呢 这个是你们属灵生命的开端 在以后的日子呢 有很漫长的一个成圣的道路 就好像说 我们已经进入了大门 但是在门后呢 我们还有很漫长的物要走 这是呢 一个成圣的道路 使徒他提醒我们说呢 我们自己啊 应该像被神所挑选出来的 那些三纪一样 我们要力求圣洁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 这是神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 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地看啊 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呢 他讲到说 保罗说你们如此释放 也就是说呢 你们要把自己当成佛祭 是单程的属于神的 你们这样的侍奉 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通常读经啊 读到侍奉这个词的时候啊 我们常常会马上跟 在教会中的侍奉 我们联系起来 好像说呢 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 实际上就仔细地去看 这个翻译中 他选用的这个词啊 他这中文呢 他是事例的事 像是非一样 占入在面前的这个事字啊 那么实际上他在讲呢 并不是说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在基督徒的群体 在教会里面 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来为神去做功 他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呢 任何一个基督徒 我们伺候神 或者说呢 我们站立在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应该呢 像献给神的祭物一样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是圣洁的 只有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蒙神喜悦 所以我们今天在公开的做见证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 神称我们为义 我们是属于神的人 在神的眼中 我们是被称义的人 但是呢 我们从自己的生命来讲 我们依然有瑕疵 我们并不是圣洁无瑕疵 我们是有残疾 神要求我们呢 虽然耶稣带起了你们的不足 给了你们荣耀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 从现在这个时刻开始 在将来的生活里面 在将来的日子里面呢 你们应该力求圣洁 这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 给我们的要求 也就是说呢 我们得救是瞬间发生的事情 神称我们为义了 因为我们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但是从那个时间点开始 我们呢 开始一个新的政策 我们走在一个成圣的道路上 这个旅程呢 是要我们自己去努力的 我们要力求圣洁 就好像是被陷在营门口的 那个藩籍一样 所以使徒保罗说呢 你们要努力呀 作为基督徒来讲 作为跟随神的人来讲 作为已经蒙受了神恩典的人来说 你们要珍视神给你的恩典 你们要努力 努力做什么呢 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要心意更新 使徒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呢 在你们的身上 虽然你被神称义了 虽然你已经是名字在神的生命策略的人了 虽然你说呢 当最后审判的时候 当神把这个世界上信与不信的人分开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自己有得救的缺度 我们是在天国中 但是他提醒我们说呢 在你们的身上 你自己的心怀意念呢 你依然是属于这个世界 不像我们作为基督徒呢 我们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 我们今天举手 承认我们是愿意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自己像众人呢 说我们是追求光明的人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呢 在我们内心深度 我们依然有黑暗 在我们内心深度呢 依然有世界上的诱惑 所以使徒保罗 神通过使徒来提示我们基督徒 说从今天开始 你们要认认真真 谨慎地生活 你们心中所想的所行的 都不应该再是这个世界上的标准 你们原来的想法 你们原来的行为 你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从这个时刻开始 你们要逐渐逐渐地发生变化 以什么为标准呢 你们要以神的心思为标准 我们要查验 什么是神善良 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也就是说呢 在圣经中所说的 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所以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他所发出的一个呼召 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命令 也是我们对他 给我们这样恩典的一个回应 神需要我们逐步地去养成 这样的一种生命特征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当世界上的众人 他看到我们的时候 就像我们今天这几个弟兄姐妹 他们所公开所见面的那样 在过去我不认识神 现在我认识的这位神 在过去我是为自己而活 但是现在我知道 在我的生命里边 有更宽广的事情 在过去的时候呢 我知道我人生的目标 理想所有的奋斗 都是为了这个世界上的生活 但是到今天开始 我知道呢 我在天国有同的盼望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边 我们不但是用语言 而是要用行为 让我们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身边的人去看到 原来这就是一个 属于神的人的生命 我们这样的决心呢 就好像是被放在祭坛上的记性 在立位剧中 除了讲到这个牺牲啊 要毫无残疾之外呢 你会发现神要求祭司们 当他们把这样的一个生物 这样的一个祭品 去献给神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举动啊 就是把这个动物所有的一切啊 要把一切都烧在坛上 毫无保留 不论是他的血 他的皮 他的所有的内脏 所有的脂油 所有的这些呢 都要求去完全的去献给神 神管这个呢 叫做新乡的火机 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呢 实际是说呢 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助 我们也承认 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什么叫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呢 我们愿意像那个牺牲一样 把我们生命中的全部 我们完全的 我们放在神的手中 我们一切呢 都愿意让他来掌管 我们完全的属于他 今天接受新习的弟兄弟们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很感恩 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去认识他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给我们信心 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可以去追随他 在我们的生命中 道路怎样去选择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 神从来不强迫我们 神把道路放在我们面前 选择全在我们 那么我们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弟兄姐妹们 特别是今天八位弟兄姐妹 我希望你们可以去 谨慎地选择你们生命的方向 我们每一个人也要谨慎地选择 我们生命的方向 我们生命的道路 如果你选择了永生的盼望 你选择了这个与神同行的盼望 那么呢 我们就别无选择 我们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走这样的路 这意味着呢 可能我们会逐渐地抛弃这个世界 当我们做这样选择的时候呢 就像摆在营门口的这个牺牲一样 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会有很多的重点 甚至说呢 属于这个世界 或者属于魔鬼的势力 会给我们很多的挑战 会给我们很多的诱惑 很多的拦住 但是弟兄姐妹们 我要劝你们 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因为神通过圣灵给了我们属天的智慧 打开了我们属天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 让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本质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去看到别人的喜 当我们去思想 我们在过去的日子 我们曾经在神面前 我们向他所许的愿 我们要怎样去过自己的生活呢 我们怎么样去度过我们的生命呢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可以去被主发光 当我们有一天去再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可以夸奖我们 他不但夸奖我们 是真正的 势力在他面前忠心的仆人 我们也可以呢 被他称为真的是新乡的仅 愿神能祝福我们 特别的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你让我们看到这一把力弟兄姐妹 他们的信心 让我们看到他们在众人面前 给你所做的见证 天父 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美好 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其的宝贵 天父就愿你的能力 在我们众人中彰显出来 让我们可以把这样做见证的心 我们可以永远地我们保持下去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可以做你新乡的祭 我们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打美好的仗 天父愿你的恩典 就因为我们这样的信心 和我们这样的决心 你就倾倒在我身上 愿一切的荣耀送赞都归于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靠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Amen